这绝对是你十月必看的丢弹心烦 女主只是说了句外星人不存在 立马就惨遭外星人绑架爆装备 差点还被绑在实验台上开走 生出一窝小外星人 而男主那边更是逆天 不信恶灵的他也是出门撞恶灵 还是个非要追着他吃鸡的恐怖老色P 女主名叫小桃 在遇到外星人前不久 他还在被下头男友疯狂纠缠 对方不但伸手要零花钱 甚至还要求自己跟他出去开房 忍无可忍的小桃当即出手 想要好好教训对方 结果却反被对方撂倒在地 气不打一出来的小桃随后对闺蜜们诉苦 然而在被问到为何与对方交往时 他却又忍不住小鹿乱撞 表示自己就喜欢像高苍剑这样硬派的男人 如此别扭的女主 就算轻如闺蜜也拿他没有办法 眼看从闺蜜这里得不到安慰 小桃只好逃出教室四处游荡 恰好在经过隔壁班的时候 他看到一群学生正在欺负男主 看不过去的小桃二话没说 便主动来到男主面前解围 见到小桃一副不良少女的模样 周围的男生瞬间老实了不少 可就在小桃准备离开的时候 男主却突然追了上来 原来他误以为小桃会和自己搭话 是因为和自己一样热衷于超自然现象 为此他特地带来了有关书籍 打算对小桃进行一番传教 只可惜他会错了意 小桃也因为他的行为更加烦躁 在说明了自己的本意后 小桃打算就此离去 然而他刚迈开腿 便意识到自己刚才说的话有些重了 于是他转身向男主道歉 并捡起地上的书交还给男主 但他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辛辛苦苦配合对方的行为 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效果 男主满脑子都是超自然现象 对于刚才的冒犯行为毫不在意 甚至男主还有精力和他争论 世界上是否存在幽灵和外星人的事情 为了在男主面前找回场子 小桃特地表明自家的奶奶是灵梅师 自己可是见过货真价实的雏灵现场 男主听后马上翻阅手中的书籍 找到了有力的论点进行反驳 眼看男主油盐不尽 小桃一气之下和男主扭打在一起 不成体统的样子 恰好被闺蜜们看了个正着 不过对于这样的小桃 闺蜜们意外地能够接受 甚至还觉得挺不错的 然而小桃此刻根本不知道 自己在闺蜜面前出了阳相 他满脑子都是要如何在男主面前挽尊 为此他特地提出 如果自己能证明世界上真的存在幽灵 那么男主就要做他的跑腿小弟 而如果男主能证明外星人真的存在 自己则会无条件替对方跑腿 夜晚 小桃独自来到废弃的校舍里 寻找男主口中所说的外星人 尽管周围阴森无比 但小桃只顾着和男主伴嘴全然没有警觉 另一边 男主也来到了小桃推荐的灵异热门景点前 准备进去证明自己的无忧灵论 然而刚到隧道门口 男主就因为害怕打起了退堂鼓 还是小桃在电话那头出声嘲讽 才让男主有了一探究竟的勇气 就这样两人分别开始各自的搜寻 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 二人打算一直维持手机通话 在提到有关幽灵的话题时 小桃主动向男主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此前小桃曾说过自家的奶奶是灵媒师的事情 可正因为如此 小桃小时候每次出门 都会被强制要求进行处灵仪式 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周围的孩子都开始嘲笑小桃 哪怕是小桃喜欢的男孩子 也会加入到嘲讽大军的行列之中 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和心中巨大的落差 让小桃恨上了身为灵媒师的奶奶 然而在长大之后 小桃却意外地发现自己心中的落差 并不是因为奶奶的行为导致自己 被喜欢的男生嘲笑造成的 相反 喜欢的男生瞧不起自家的奶奶 这一点让她非常受伤 在内心深处小桃其实非常喜欢奶奶 她坚信这个世界上一定存在幽灵的原因 分享完自己的经历后 小桃询问男主为何坚信世界上存在外星人 只是男主还没来得及回答 一串血红的脚印便映入眼帘 男主立刻意识到了不对劲 他下意识想要转身离开 可惊悚的一幕却发生了 眼看幽灵居然真的出现在眼前 还是个好色的吃鸡老婆婆 男主直接吓坏了 他拼了命地向出口奔去 但他却完全无视了电话那头小桃传来的警告 男主越是拼命奔跑 反倒越会引来幽灵婆婆的追赶 眼看无法阻止男主停下脚步 小桃只好提醒男主绝不能被幽灵婆婆追上 不然便会受到不妙的诅咒 只可惜下一秒 电话那头便传来了男主的惨叫声 眼看男主危在旦夕 小桃再也顾不上寻找外星人 他急忙转身离开 却没想到周围的灯光突然全部熄灭 而自己下一秒竟真的见到了一群外星人 只见外星人一股脑地冲上来 直接当场撕碎了小桃的衣物 而当小桃从昏迷中醒来后 发现自己已经被固定在一台机器上 眼前的外星人见他苏醒 于是开始介绍自己的来历和用意 原来他们这个种族的外星人只有雄性 因此只能依靠复制技术来增加个体术 然而这么做的代价 却是内心情感和生殖本能的丢失 为了取回和人类一样的生殖机能 他们打算将小桃作为造小人的工具 并在办了正事之后 将小桃的子宫取出来进行研究 面对外星人如此荒唐的要求 小桃当场情绪崩溃 他试图反抗对方 但普通人类又怎么会是外星人的对手 就在小桃即将惨遭毒手之际 小桃的手机却突然响起了铃声 而当外星人拿起手机后 惊人的一幕发生了 全身长满毛发的男主 居然当场达了外星人的命根子 原来男主不幸被爱吃鸡的幽灵婆婆追上 因此触发了诅咒条件被对方复了身 尽管男主的情况令人同情 但小桃第一时间还是选择向对方求救 一旁的外星人见状自然不会坐视不理 就这样 外星人和被复身的男主 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尽管鬼上身的男主有着不俗的战斗力 但很快还是被外星人击飞到墙上 就在外星人打算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时候 男主却因为见到了真正的外星人 而忍不住吐露出自己的心声 原来男主从小就没有朋友 强烈的孤独感让他将交朋友的希望 寄托在了虚无缥缈的外星人身上 他猜想如果是外星人的话 可能就会愿意和自己做朋友 只是多年过去了 外星人却并没有回应他的期待 身边的人也因此将他视为怪胎 日复一日地欺负他 直到白天小桃的挺身而出 如同一束光照亮了他阴暗的生活 为他的人生指明了方向 只可惜男主的暴肿仅仅持续了几秒钟 随着外星人再度出手 他立刻再度吃瘪并产生了放弃的想法 上一秒还在期待男主的小桃 下一秒如同漏气的气球一般认清了现状 在即将被外星人玷污之际 他的脑海中回忆起了小时候 奶奶对自己所说的有关气的话语 尽管他不知道这段记忆为何会复苏 但身灵绝境的他选择相信奶奶 他开始按照记忆中的步骤觉醒体内的气 伴随着一阵破裂声 小桃竟奇迹般地觉醒了能力成功脱困 小桃的能力之强 就连外星人的念力都无法抗衡 最终小桃起身一技飞踢 成功击溃了最后的外星人 可下一秒被幽灵附身的男主却突然袭来 小桃见状连忙使用觉醒的能力 将幽灵婆婆强行从男主体内分离出来 可就算如此 小桃也无法解除幽灵婆婆对男主的诅咒 而想要解除诅咒 就必须前往隧道内战胜幽灵婆婆 最终男主和小桃二人成功逃出升天 对于男主的诅咒问题 小桃也表示无能为力 在得知如何解除诅咒后 男主主动将自己的衣服留给了一不蔽体的小桃 而自己则打算独自前往隧道 去面对可怕的幽灵婆婆抢回自己的小飞棍 小桃看穿了男主的想法 于是追问他为什么不向自己寻求帮助 男主本不想麻烦小桃 但在察觉到对方的真心失忆后 还是选择接受了对方的好意 临行前 男主再度拜托小桃穿上自己的衣服 不然自己无法和小桃进行交流 这突然暴涨的男子力 让小桃顿时产生了心动的感觉 小桃试图调整自己的情绪 于是询问起男主的名字 然而对方的回答却让小桃彻底失控 在得知男主居然和自己的梦中情缘 那位硬汉明星高苍剑同名后 小桃顿时就破防了 可他没想到的是 自己这边刚开始撒泼打滚 男主便因为失去了小桃超能力的压制 又一次被高速婆婆的诅咒占据身体 眼看男主再度失控 就要朝着自己发起袭击 小桃急忙使用超能力将他直接甩飞到墙上 这才将他直接打回原形 眼看折腾到这么晚 筋疲力竭的二人选择回去休整一番 在路上 小桃要求男主以后在自己面前不许用本名 而是要使用厄卡文这个别名 然而如今没了小飞棍的男主 根本无法离开小桃 因为只要和小桃分开一定的距离 超能力便会失效 这会导致他再度被高速婆婆附身 变成失去理智的恶灵 无奈之下 他只能听从小桃的吩咐 途中还因为闹了乌龙 被小桃一顿指指点点 二人就这样一直半嘴到天亮 因为经历了昨晚的大战 男主身上早就破烂不堪 于是小桃提议一起去自家神社歇脚 来到门口 小桃特地提醒他自家奶奶对男人很严格 并嘱咐他小心点 可男主刚准备穿过神社的鸟具 便立刻被赤红的火焰吞没 情急之下小桃驱动超能力 将男主扔进一旁的小河中 这才没让本片就此完结 后知后觉的小桃连忙看向鸟具大门 并发现了贴在上面的驱邪符指 如今被高速婆婆附身的男主 已经不算是传统意义上的人类 因此符指才会对他产生效果 阻止他进入神社 小桃见状连忙将符指撕下 并再度邀请他进来 但被烧了得外焦灵嫩的男主 却对鸟具大门产生了心理阴影 最终更是战战兢兢的一番试探后 才选择一股脑的冲了进来 而他这颇有个性的爆炸头 和耸到不行的举动 成功将一旁的小桃逗乐 二人就这样有说有笑的 来到了小桃的家中 出于礼貌 男主打算关门回避让他换身衣服 可这边刚关上门 他便再次陷入恶灵花 没办法 小桃只好开着门 一边使用超能力进行压制 一边换了身休闲的服饰 随后小桃拿出了自己的衣物 让男主将就一下 并有意询问他的小飞棍 是不是真的消失了 男主一眼看出对方 就是故意发问的 于是不信邪地再度确认 结果自然是让他气急败坏 顺带还产生了自己的小飞棍会消失 完全是因为小桃 要和自己一决胜负 才导致的想法 只是在被问到 为何要主动搭话时 他却又意外地坦率了起来 看到男主如此沮丧 小桃连忙上前安慰 却没想到对方的回复 让人很是恼火 二人因此产生争执扭打在一起 可二人还没来得及分出个高下 便听到楼下传来了门铃声 小桃敏锐地察觉到 门外传来的门铃声有所不同 因为奶奶是灵媒师的缘故 小桃家中拥有两种门铃 第一种就是普通人使用的门铃 可门外传来的 却是第二种为恶灵准备的门铃 男主闻讯急忙下楼和小桃一起查看 果不其然 门外站着一道巨大的黑影 小桃立刻意识到 正是之前自己撕下符纸的缘故 这才给了这团黑影可乘之机 为了将符纸贴回原处消灭恶灵 二人从后门溜了出去 可等到小桃放眼望去 却发现门口空无一人 反倒是远处的天空中聚集着大量的黑雾 而下一秒 二人发现自己的周围 出现了一堵厚厚的水泥墙 将他们的退路彻底断绝 小桃见状连忙打算将符纸贴回鸟居柱子上 却被男主提醒他也被关在神社内 一旦贴上符纸他也会被烧死 就在小桃陷入两难之时 他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开始流鼻血 就连一旁的男主都没有信念 这显然是身边充斥着的黑雾导致的 紧接而来的 便是一只倒悬在空中的怪物 向着二人打出极具威力的一拳 小桃眼疾手快推开男主 并同时躲过了这一击 只见身后的水泥墙上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凹陷 如此强大的怪物 根本不是二人能够解决的 为了活命二人随即起身逃跑 可还是没能躲掉怪物的攻击 眼看无路可退 二人终于看清了怪物的真正面貌 只见对方看上去 宛如传统的相扑历史一般 就连行为举止都有几分神似 但他们还来不及吐槽这怪物的样貌 对方便率先发起了进攻 怪物只是轻轻一脚下去 地面便产生了剧烈的爆炸 二人立刻躲到一旁 开始分析当下的形势 热衷于外星人的男主一眼看出 眼前这个怪物也是外星人 并且很有可能与昨晚的那批外星人是同伙 但就在这时 对方却突然从口中吐出大量黑物 而男主也因为小桃的注意力不够集中 再次出现被附身的症状 很快 怪物摧毁了二人的藏身之处 可怜的小桃不但要带着男主逃跑 还要在途中负责压制他的恶灵化 不过男主也不是全然没有考量 在看到自己恶灵状态的左手后 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原来只要面对外星人男主便能鼓起勇气 于是他请求小桃只抑制头部的诅咒 并将身体其他位置的诅咒全部解放 以便在保持理智的情况下 使用高速婆婆的力量 小桃尽管对此没有信心 但大敌当前他只能尝试死马当活马医 眼看外星人再度发动攻击 小桃拼命调整着施加在男主身上的超能力 而在攻击抵达的瞬间 奇迹发生了 只可惜没有完全恶灵化的男主 还是因为诅咒出现了人格崩坏的症状 变成了对一切都失去信心的状态 他的变化让小桃非常不适 可眼下根本没有给他吐槽的事件 因为外星人再度发起了攻击 然而让他意外的是 还沉浸在自闭情绪中的男主 不但没有被外星人中创 甚至还下意识地进行闪避 并将对方的手指头咬了下来 这无疑说明高速婆婆的力量 足以和外星人抗衡 眼前的景象让小桃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男主也颇有底气地和外星人对峙起来 吐血诊断垮掉 随后更是被外星人单方面吊打 对方一脚下去他便飞了出来 身体也变回了普通人类的状态 原来他孱弱的身体 无法承受高速婆婆诅咒带来的巨大力量 仅仅是刚才使用片刻 便让他感觉到了身体四分五裂的痛苦 如此绝望的时刻让男主非常崩溃 然而与此同时 小桃却从外星人的动作中 找到了打败他的方法 得知有了获胜的可能 男主也重新振作起来 并表示自己还能再进入一次恶灵状态 伴随着他再度变身 二人静止朝着外星人冲去 小桃一边操控男主飞向外星人 一边循击利用超能力 企图让外星人双手沾地 一番操作过后 外星人的一只手成功沾地并消散 然而外星人眼看面临生命威胁 居然来了招倒反天刚 将自身的手脚位置进行了互换 保住了自己即将沾地的另一只手 小桃显然没料到对方还有这招 一时不被遭到重创 然而就算被外星人抓在手中 他也没有忘记抑制男主的诅咒 并且外星人这作弊一般的手段 彻底点燃了他心中的怒火 他不顾一旁男主的请求 打算亲自解决掉这无耻的敌人 只见他不断使用语言攻击 将外星人彻底激怒 对方疯狂地对他欧拉欧拉 企图消灭这个令自己火大的小虫子 一旁的男主也认为小桃这下凶多吉少 整个人都快哭出来了 但所有人都不会想到 眼下的场面实际上正是他想要的 借助外星人的猛烈攻势 他成功在墙壁上开了一个 足以身处鸟居之外的大洞 这意味着自己离开了福祉的作用范围 随后他使用超能力将男主吸入怀中 并将地上的福祉贴回原处 随着福祉重新被贴回鸟居 外星人的身上迸发出熊熊烈火 伴随着外星人的惨叫声 二人终于从阴暗的空间脱困 回到了色彩艳丽的现实世界 取得了这场大战的胜利 眼看一切尘埃落定 小桃兴奋地摇醒睡在他怀中的男主 可他刚刚准备放松一下心情 就发现对方的诅咒居然又发作了 小桃只好出手帮他抑制诅咒 不过却意外发现经过刚才的大战 对方的发型变得帅气了不少 虽然在自己看来 还是刚才的爆炸头更加顺眼 听到小桃的话 男主还以为对方在打去自己 可他还没来得及还嘴 就发现小桃因为过度疲劳一头栽到了地上 而自己的身体因为失去了对方的超能力意志 再度被高速婆婆的诅咒占据 变成了没有理性的恶灵 因为小桃陷入昏迷 男主身上的诅咒再次发作 就这样 他重新变回了人不忍鬼不鬼的样子 此时被高速婆婆操纵了他 只想着要如何吃掉小桃 然而就在他准备动手之际 远处却突然发来一枚钢钉 将他直接打飞进一旁的水池中 定睛望去 一个手持棒球棒的女人映入眼帘 而如此风韵犹存的时髦美女 居然是小桃之前提及的灵媒师奶奶 原来他之前去参加了一个电视节目 并揭露了一位当红艺人的私生活信息 然而因为对方的掩饰 他被大家误以为是欺视到名的神棍 而在返回的途中 他察觉到了恶灵的气息 这才及时出现制止了高速婆婆的恶行 在发现对方企图伤害自己的孙女后 他第一时间便发动攻击 这彻底激怒了高速婆婆 他连忙操控男主身体飞去 结果却发现自己被火焰吞没 原来奶奶早就想到对方会凭借高速偷袭 于是提前设下了对抗恶灵的结界 只要把护符钉钉在圆的内侧 内侧便会形成结界 反之只要钉在外侧 那么外侧就会形成结界 而恶灵无论如何都无法从中逃脱 也无法伤害到他 随后奶奶在地上再次打入一枚护符钉 用以创造新的结界 在双重结界面前 哪怕是强如高速婆婆也没了办法 她只能在原地无能狂梦 对着奶奶疯狂叫嚣 只可惜她的威胁在奶奶看来 根本没有半点震慑力 自从高速婆婆企图伤害孙女小桃那一刻 奶奶就已经对她产生了杀意 随后奶奶抄起棒球棒 对着高速婆婆一顿疯狂输出 眼看自己无法进行反击 她干脆以男主的性命为筹码 企图制止奶奶的行动 但对方的回答显然超出了她的预料 说话间 奶奶已经将结界改写 随着她大脚一擦 这场战斗就此告一段落 时间来到晚上 此时的小桃终于从昏睡中苏醒 她起身后连忙寻找男主的踪迹 在楼下 她撞见了正在看电视的奶奶 对于孙女的询问 奶奶起初似乎并不打算告诉她真相 甚至故意谎称恶灵被自己杀死 随后奶奶再主动提起 她不相信世上存在幽灵 以及不相信自己灵媒师身份的话题 打算继续压力小桃 然而下一秒 对方居然为了男主主动土下做道歉 孙女的改变让她产生了动摇 于是她告诉孙女男主被关在正殿之中 得到想要的信息后 小桃急忙奔出家门 因为在她看来 男主会遭遇接连的危险 完全是因为自己的缘故 她很怕对方遭遇意外 酿成让自己爆汗终生的大火 只是当她来到正殿内 却发现对方正在悠闲地吃着饭团 看到人没事她总算松了口气 性格也变回了平时大大咧咧的模样 与此同时 奶奶也静止走了过来 她告诉小桃只要男主不离开正殿 高速婆婆的诅咒便不会发动 可如果反其道而行之 那么此前的一幕将再度上演 说到这 小桃终于意识到自家的奶奶 是位神通广大的灵媒师 于是她急忙将有关诅咒的事情说出 其中也包括男主痛失小飞棍 和自己觉醒超能力的过程 只可惜奶奶对此也没有好的办法 因为这位高速婆婆身份不凡 她以前被人称为百宫里婆婆 是在全国各地肆虐过的近代妖怪 在得知对方近期待在隧道中时 奶奶其实有去现场看过情况 但隧道中的灵气太强 这导致她根本无法靠近 究其原因是因为高速婆婆 和隧道中的地妇灵合体了 而地妇灵的特性 便是在自己的领地内 会拥有最强的实力 即便是自己也无法与之抗衡 奶奶不愿小逃以身涉嫌 于是告诫她不要插手此事 最好能忘记有关男主的一切 然而她的回答却并未因此而改变 这番热烈的宣言 顿时让奶奶嗨得不行 毕竟男主的名字恰好对上了这位贱先生 在调侃尽性后 奶奶认可了她的决心 于是建议她去和高速婆婆玩鬼抓人 对方对自己的矫程有着绝对的自信 因此只要稍加挑衅 便一定能勾引对方上钩 不过棘手的问题在于 地妇灵的地盘范围覆盖整个正能室 要想战胜高速婆婆 就必须将她引到室外才行 至于奶奶的结界术 其本质是借用土地上的神明之力 一旦离开神社所在的神月室 便根本无法发挥效果 也就是说要想实现勾引战术 无论如何都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 为此奶奶特地叫出了正殿中的男主 并为二人制定了锻炼计划 男主方面主要是体力和耐力的训练 为的是关键时刻 能够随时解放诅咒使出权力 至于小桃 则要提升自身超能力的等级 不然面对强大的高速婆婆 目前的实力根本不够看 在确定了接下来的安排后 奶奶暂且离开 有了独处的机会 男主终于鼓起勇气向对方道歉 他认为和外星人战斗的时候 自己因为太过拼命从而只顾得上自己 可小桃不但打败了敌人 甚至还拯救了自己 这一点让他难以释怀 他害怕对方从此对自己失望 放弃和自己继续做朋友 于是这才急忙道歉 在得知了男主的想法后 小桃主动表示自己不会对他失望 甚至还称赞他战斗的样子很帅 不过随后他便开玩笑地说他笨手笨脚的 下次估计还是自己救他 这体贴的话语给予了男主莫大的宽慰 不过这难得的氛围 到了第二天便彻底垮掉 原来小桃目前的能力 必须亲眼看着对方才能发动 这也就意味着他必须看着男主上厕所 这是他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的 不过奶奶却突然问他是如何抑制诅咒 根据小桃的解释 他能够看到男主身上的气 自己只要操控能力握住这团气 便能有效地抑制诅咒 除此之外 万事万物在自己眼中都拥有气 自己只要操控这股气便能发动能力 不过说到这 小桃却突然想起自己觉醒能力的瞬间 明明能感受到自己的实力非常的无敌 可力量马上就变弱了 如今也只能抓住气而已 听到这 奶奶建议他闭上双眼 多运用身体的无感去感觉气的存在 他尝试进行了练习结果却不尽人意 反倒是被晾在一旁的男主 如今已经达到了临界点 即将迎来爆发的时刻 最终 男主还是不得不在小桃的注视下 解决了自己的生理需求 然而这屈辱的体验却让他羞愧万分 一旁的奶奶根据刚才孙女提供的信息 断定原本那股无敌般的力量 才是他原本的力量 只是不知为何这股力量被封印了起来 要想重回巅峰 他就要通过修行逐步解放力量 这显然不是什么好消息 不过好在男主也需要锻炼 也算是有了缓冲的时间 可就在他准备回应男主的吐槽时 却突然发现高速婆婆再度降临 并且这次除了自己之外的所有人 都仿佛被试停了一半 原来高速婆婆这次是来宣战的 他表示自己的诅咒具有传染力 能通过男主进行传播 只要自己愿意 便可以用诅咒杀死所有被男主看到的人 如果不想悲剧发生 就必须在今夜前往隧道和他一决胜负 他可不会给主角团成长的时间 在送走高速婆婆后 奶奶和男主终于恢复正常 然而他们流出的鼻血 和门上被染红的符纸 无疑说明刚才的一切都是真的 眼看无法继续拖延下去 奶奶只好为二人准备了对付恶灵的装备 就是这装备的款式多少有些奇特 在交代了几句后 奶奶便打算送走二人 虽然表面上看上去不在意 可在小桃即将出发的时候 他还是忍不住真情流露 然而大战还没开始 二人便再度陷入了尴尬的局面 原来为了节省体力 小桃带着男主乘上了电车 他们的奇异服装 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不过小桃根本无心在乎这些 他此刻充满了战意 因为高速婆婆触碰了他无论如何 都不能被触及的逆拎 想要伤害他家人的存在 不管是谁他都绝不会放过 最终他脱下奶奶准备的战斗服 并换上了自己喜欢的辣妹服饰 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大战 下了电车后 男主和小桃二人顺利来到隧道入口处 出于害怕 他发动卖蒙攻势 企图忽悠男主先进去探路 只可惜没有成功 于是二人干脆打开手电并肩而行 准备按照之前的计划 将高速婆婆引出正能室 这样便能让其和地妇灵分开从而变弱 为之后的作战创造胜利的可能 说到信头上小桃越来越起劲 却全然没有注意到 自己的前路已经被一颗巨大的头颅堵住 并且伴随着男主的尖叫声 退路也已经被高速婆婆封死 眼看情况危急 他立刻使用超能力操控球棒想要打开通道 可对方居然将眼睛当成嘴巴使用 直接没收了他的武器 无奈之下他只能听从男主的请求 将他身上的诅咒解放 可下一秒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 原来面对能利用诅咒之力变身的男主 他直接果断将对方的小飞棍归还 导致他失去了诅咒的力量 毕竟就算他如何惊讶于对方使用诅咒的能力 也不能接受眼前之人用自己的力量对付自己 没有诅咒之力的帮助 二人这下彻底陷入绝境 眼看高速婆婆就要将二人吞噬之际 小桃却突然回想起了奶奶对自己说的话 高速婆婆对自己的矫程拥有绝对的自信 因此只要一次挑衅他就一定会上钩 果不其然 随着鄙视矫程的话脱口而出 高速婆婆瞬间恢复了自己原本的姿态 并不服输地答应了他的对决要求 最终双方达成共识 这场鄙视没有终点 双方鄙视的是鬼抓人 高速婆婆将会给二人十分钟时间用于逃跑 在这之后 如果她能抓住二人便获得胜利 反之则是二人的胜利 但小桃估计怎么也不会想到 对方居然会如此不讲伍德 高速婆婆仅仅数了十个数 便无视规则操控触手向二人袭去 她一时没有防备 就这么被触手吞没 而男主就成为了高速婆婆接下来的目标 可如今失去诅咒之力的她 怎么可能会是高速婆婆的对手 眼看对方再次不讲伍德准备动手 小桃过去的话响彻在她的耳边 这给予了她巨大的勇气 并驱使她不顾一切地咬向对方的欧牌 高速婆婆顿时感到一阵巨疼 她企图将对方甩开 结果却发现自己根本使不出力气 原来是对方身上穿着此前准备的 用来对抗恶灵的战衣 眼看怎么也甩不掉这块狗皮膏药 高速婆婆只好选择再度附身在她身上 可就在她完成附身 自认为稳操胜券的时候 却突然感到自己似乎被人捏住一半 原来是被困的小桃通过感知 看到了进入男主身体内的婆婆本体 于是她按照奶奶教她的那样 使用超能力抓住了婆婆的本体 得知真相后高速婆婆恼羞成怒 打算立刻解决眼前这个大麻烦 只可惜她还是晚了一步 随着对方的能力生效 男主成功从附身状态中脱离出来 而高速婆婆的本体也被困在了她的身体里 可二人还没来得及喘息片刻 隧道内又传来一道恐怖的声音 原来是的妇灵发现婆婆被拿捏后 银路之下直接冲破隧道杀了过来 眼看强敌出现 二人只能头也不回地逃跑 不过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令人闻风丧胆的蒂妇灵 居然是一只巨大的螃蟹 为了从蒂妇灵手下逃脱 小桃要求男主再度使用婆婆的力量 就这样她再度变身 并凭借婆婆的高速能力 躲过了蒂妇灵的攻击 然而因为小桃太重了 导致她根本无法转弯 随后更是一头冲破户篮 结结实实地带着背上的人体验了一把 什么才叫真正的蹦跡 可二人还没来得及感慨 便发现蒂妇灵再度从天而降 并且由于男主的身体素质原因 导致她最多只能再使出全力一次 就这样 二人再度开始逃命 在这期间小桃发现街道上的行人 似乎都看不到蒂妇灵的存在 这让她多少有些担心 自己会不会被熟人看到导致丢人 可眼下更大的问题是 男主的体力即将透支 哪怕浪费最后一次使出全力的机会 也无法逃出正能室 这样下去二人迟早会成为的 傅林的负中室 情急之下 小桃命令男主右转进入健康中心 并指挥她一路向楼上奔去 试图用狭窄的楼道减缓的傅林的速度 然而对方不讲道理的横冲直撞 直接打破了她的美好设想 好在她发现此处的楼上有一家温泉旅馆 而她的真实目的 就是将地妇林引入滚烫的温泉水中 因为螃蟹被煮过以后 肉质会变得紧实又有弹性 这也就意味着对方的肌肉纤维会变硬 动作自然也就会变得迟钝 伴随着小桃的能力发动 地妇林直接被当场水煮 并不出意外地失去了行动能力 解决了地妇林的事情之后 二人决定尽快离开正能室 可下一秒 大批的恶林静止向二人冲来 原来高速婆婆贼心不死 抢先一步联系了 沉睡在正能室边界的恶林 这才形成了眼下的局势 而地妇林此时也已重新上线 将他们的退路彻底堵住 无奈之下 小桃只好吩咐男主 让他用掉最后一次使出全力的机会 随着他再度变身 高速婆婆的本体开始庆幸起来 因为这次变身结束后 男主将彻底失去行动能力 到时就是自己的脱困之时 但显然他的话 并没有打击到身处绝境中的二人 男主叙事向着恶林群冲去 此时的他在小桃的帮助下 宛如蜘蛛侠一般在城市中穿梭 随着本次变身结束 二人已经摆脱追击 并身处万丈高空之中 可恢复人身的男主显然无法承受坠落的冲击 关键时刻小桃再度发动能力 并以言语刺激出对方的一丝潜能 这才顺利完成着陆 可因为太过紧张 他居然松开了束缚婆婆本体的手 下一秒 恢复如初的婆婆将二人打翻在地 并且追兵也已全部就位 为了发泄自己心中的愤怒 婆婆直接附身在了傅林身上 打算以狩猎的形式将二人玩弄于鼓掌之间 但婆婆怎么也不会想到 小桃选在这里着落其实另有打算 原来她早就注意到了高架桥上的电车 并算准此刻电车会从头顶经过 恰好电车的最高时速是120公里 这正好超越了高速婆婆的百公里时速 然而高速婆婆不以为人 她主动跳到车厢上 并表示电车无法一直保持最高时速 自己的得手不过是时间问题 但她不知道的是 在列车的尽头 一位风韵犹存的大美人 正等待着她的到来 此时的婆婆已然意识到自己上当 可小桃的超能力束缚让她难以脱身 她只能一边咒骂对方 一边眼看自己落入陷阱之中 随着一阵猛烈的爆炸 高速婆婆和地妇灵就此烟消云散 这意味着二人终于完成了计划 打倒了这个可怕的敌人 次日 小桃奶奶带着二人来到隧道入口 祭奠许多被遗弃在这里 无奈化为恶灵的少女们 而这恰好对应了前一晚 小桃在爆炸中看到的那些少女身影 随后奶奶表示 灵媒师们很久以前便开始追查高速婆婆 因为她出现的地方 一定会有枉死少女的灵 她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 未见那些无法成佛的少女们 只可惜对方最终越界袭击生者 这才不得已将她消灭 但这并不意味着身为生者 就可以做出对死者不敬的行为 不然哪怕被杀也是咎由自取 而这就是生者和死者之间得以共存的规则 只可惜这严肃的氛围 在回到小桃家后便荡然无存 祖孙二人喂了一条螃蟹腿 又一次大打出手 只有男主一人在经历了这么多事后 完全没有近视的欲望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下一秒奶奶突然走上前来 声称自己要帮她检查一下身体 看看她的小飞棍是不是真的回来了 这离谱的要求让男主当场慌了神 她企图向小桃求助 闹剧结束后男主打算就此告辞 期间奶奶再次提出要为她检查身体 自然也是遭到了拒绝 小桃表示自家奶奶的要求 显然不是认真的 不过是看到她情绪低落 于是想了个办法炒热气氛而已 尽管她没有接受这个解释 但心里却多少想开了些 随后二人正式告别 也许是在一起太久 此刻的分别让二人倍感寂寞 双方也是不约而同的对此纠结万分 然而当男主即将穿过鸟巨离开之际 原本落幕的故事又迎来了新的发展 また明日 是